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們今天很快的把這一講先結束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這個軍隊 宋代的軍隊的問題 我們上禮拜提到軍隊的經商 那我們講的軍人 講的軍隊 可是我們對於實際上士兵 這些士兵的生活 我們的了解其實都很有限 我們談了軍隊的任務 談了軍隊的組成 談了政府 怎麼樣透過赤字 情面來控制他們 可是到底這些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很不幸的 相關資料並不是很多 就是說宋代的士兵數量很多 數量龐大 但是跟他們生活相關的食料 留下來的卻很少 我們往往都是透過文人的批判 來觀察士兵 這當然是一個沒有辦法 就是文獻裡頭提到的這些士兵 通常都是文人在批評他們 這個在指責他們的資料 那考古資料能不能幫助我們 比方說1985年在陝西的陝州 發現了一個宋代的陋澤園的遺址 什麼叫陋澤園 這是一個官辦的組織 人死了以後 屍體如果沒有加以埋葬 我們現在都知道他會腐爛 然後自身病菌 然後造成流行病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有這種觀念 傳統的中國人當然沒有病菌的觀念 他們不知道屍體腐爛了 這個會產生疾病 可是他們知道這個人死了 這個必須要加以掩埋 因為他們認為人死了以後 如果不加以掩埋 這個人就不能夠入土為安 人的這個氣就會在天地之間形成一種冤氣 因為你沒有得到 死掉的人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 適當的安葬 他會形成天地的冤氣 而天地的冤氣聚集多了以後 就會造成災禍 所以中國歷代的政府都會要去注意這樣的事情 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是說人死了 他沒有得到適當的安排 在宋代政府就官辦了所謂的漏澤園 這是一個官辦的組織 他是專門負責收藏無主的屍骨 這個人死了 這個沒有人幫他舉行喪禮 幫他埋葬 就有漏澤園 這個他的屍體就被送到漏澤園 那壽澤園來幫他處理 那我們在1985年就找到了 這樣的一個漏澤園的遺址 在這個安葬無主屍骨的墓區之中 估計有一千多個墓 因為這個被發掘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被破壞了 他因為他是為了開一條高速公路 然後去挖 就挖到了這個大量的墓葬 然後就才發現這是一個漏澤園 所以到底有多大不太清楚了 因為有墓區有一部分被破壞 大概估計我們現在可以找到一千多個墓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漏澤園的遺址 這是一個鳥看圖 那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區而已 你看他整個區有一千多個墓 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區 就這樣 你看每一個墓都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每一個小小的洞 然後裡面是什麼 就是一個用陶罐 陶罐不是棺材啦 你說那個為什麼用陶罐不用棺材 我們說人死了都把他放到棺木裡頭 然後把他安葬對不對 以前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現在是火葬 可是以前人沒有那個概念 以前都是放在棺木裡頭 我們一般概念頭對不對 以前人死了就是放在棺木裡頭去土葬 可是你在這邊看到的不是棺木 它是陶罐 那棺木跟陶罐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很簡單 成本 木材很貴 陶罐很便宜 因為這是一個黃土高原 黃土隨便都可以拿來做陶罐 因為黃土質地非常的細 它非常容易拿來燒成陶 你說你要把它燒成質 那成本很高 你把它變成陶罐很簡單 這個成本非常非常低 那木材在古代是價格比較昂貴 所以陋哲園嘛 這個買五祖吃穀 這個成本越低越好 就是用我們以前 這個我們小時候常常說的 人過世人沒有辦法嚇到 拿草稀包一包就把它埋掉 就這個意思了 接近這種意思 所以用這種便宜的陶罐 來裝成這個海骨 然後埋入地下 不過他們還是幫他做了墓碑 所以我們還可以知道 被埋在這邊的人 他大概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每一個墓基本上會有一個小小的碑 那這是碑 這就是一個墓碑 然後這是墓碑的踏本 然後把它踏下來 變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過這麼醜的踏本 你應該沒有看過 你看過踏本 都是非常漂亮的 不管它是行書 傳書 楷書 都非常的漂亮 你看到這麼醜的踏本 應該是各位第一次看到 那為什麼這麼醜 你因為你過去看到那種漂亮的踏本 都是石碑 他們是在石頭上 有很好的師傅 按照這個別人寫的漂亮的書法 仔細的去進行雕刻 才變成那個漂亮的石碑 那各位看到這個碑 它不是石碑 它是泥碑 或者說磚碑 應該說磚碑啦 那是泥座的磚碑 它是把黃土或了水 然後放在一個模子裡頭 然後等它還沒有完全乾的時候 隨便的去畫上這些字 這些字是用畫上去的 因為它是在那個泥 泥碑還沒有乾之前 就把它畫上去的 可能用木片或者竹片 在上面去畫了這些字 所以這個字非常的醜 而且有很多字是錯的 根本就是錯字 比如說你去看那個什麼 好的石碑 怎麼可能上面有錯字 可是這上面都是錯字 我們等一下一唸就知道 原因還是一樣 省錢 你哪沒有經費去做什麼漂亮的石碑 不可能的 立一個磚碑給他就算意識到了 這些人都無主事故 沒有錢收帳的人 政府出一點錢 當然不可能真的花很多錢 不論如何有了這些碑 我們可以知道是什麼人藏在這裡 所以最後我們統計的結果 埋在這邊超過一半的 超過一半被埋葬在陋澤園的 他們其實是士兵 他們都是軍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碑 我們看一下踏本 綠字號侯敬 綠字號是這個碑的編號 這個陋澤園裡頭的木 他們都有編號 是按照千字文來編的 就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如果各位有背過千字文 他是按照千字文來編的 那綠字號就是 綠是千字文裡頭的一個字 所以這個木是綠 他編號是綠 綠字號 然後這個人是叫侯敬 你看這個敬也是一個簡筆字 對不對 年 這個年就是錯字對不對 你根本就寫錯了 年七十二歲 戲本府三門水軍營兵士 十一月一日檢 這也是一個檢筆字對不對 檢驗 驗也是檢驗了當 二日一條 這個缺了一塊 這應該是條 條文的條 立峰 峰少了一痕 看到沒有 這就是一個錯字 埋葬祭之器 就這麼簡單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人是誰 一個士兵七十二歲了 還待在軍營裡頭 你可以顯然想像這個人 是所謂的疲勞而坐實者 他是一個鄉君 本府三門水軍 這是一個鄉君 在地方上長期的在軍營裡頭 你可以想像他當不可能有什麼能力 那麼老了 可是因為他無處可去嘛 顯然他也沒有家人 所以死了以後沒有人去管他 軍營就把他丟 送到這個陋則園 然後把他埋葬 這是一個很老的士兵 我們再看一個另外一個例子 呂字號 吳秀 年約二十八九 到底幾歲搞不太清楚 系迎州安遠第八指揮兵士 他是一個移速到這裡的士兵 他本來的駐地在迎州 就是陷在河北的南部 你可以看到從河北移速到陝西 其實距離非常的遙遠 他移速到這邊 他是一個禁軍的士兵 此以後 所以你可以想像當地人 這個人到底怎麼樣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連幾歲都不清楚 二十八九歲也不確定哪幾歲 然後移速到此 十一月初三日檢驗了當 四日一條立封埋葬七之起 後面都一樣 後面是觀仰文章 所以這個碑其實當然滿好做的 後面寫的文字都一樣 前面就改一改而已 改一改這個人的年月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陋則園裡頭 超過一半的埋葬者都是軍人 而他們的深厚知識非常的簡陋 是由製作出造的磚墓碑 跟便宜的陶器 陶罐 作為喪具 顯示這個政權如何輕忽 為他服務的士兵深厚之勢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漂亮的國軍示範公墓 那個漂亮的鍾列詞 這個都是二十世紀以後的產物 那個都是受到歐美文明影響下的結果 埋葬在這個陋則園的軍人 有鄉軍 有勞成軍 還有移宿到這邊的禁軍 他們跟社會上其他貧窮 而不能下葬的人一樣 埋骨於此 我們都知道宋代的士兵 多數來自於社會下層的平民 他們死後也跟這樣的人葬在一起 所以從生前死後 我們大概都可以看出來這個一致性 他們出生社會的低層 死後也回到了那個專門埋葬 社會下層人的陋則園 所以從這個考古之內 你可以看 大概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士兵 這些基層士兵的生活 一般來說應該不會太好吧 一般來說不會太好 我們因此我們可以說 宋代的這些勢力 他們的社會低落 社會地位低落 那當然他們的素質不佳 大概也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 他們又經常從事於非軍事性的任務 這樣的軍隊缺乏戰鬥力 在戰場上常常沒有辦法取勝 而正貴軍不足以應付國防所需的時候 就有地方性武力的出現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宋代 現在政府養了百萬的大軍 可是政府實時覺得 這些軍隊不足以應付國防的需求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政府又去組織更多的軍隊 這其實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你覺得你的軍隊越不堪使用 你就需要去組織越多的軍隊 可是軍隊越多 他們的訓練管理組織就越差 所以軍隊就越沒有戰鬥力 那宋代就陷入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他們覺得正貴軍不好 沒有戰鬥力 那怎麼辦 他組織民兵 組織地方性的這種武力 在北宋這種武力通稱為鄉兵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名稱 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名稱 比較重要的就是在河北地區的強壯 跟陝西地區的弓箭的時候 因為河北跟陝西是宋代最重要的兩個邊區 就是河北對付這個寮 契丹 陝西要對付這個西巷 唐巷人 所以在這個兩個地區的民兵組織 是數量最龐大的 因為這是兩個宋代最主要的外患 北宋最主要的外患 鄉兵主要的功能在於防守居住的地區 這些鄉兵他們有的來自於自願 多數則由政府強徵 政府強制的徵兆 所以你說宋代我們一般印象中 宋代都是募兵 沒有徵兵 其實也不完全的對 因為宋代還是強制徵兆的這些民兵 只是這些民兵他們不是經常的服役 他們往往是臨時有事的時候才被徵集 在北宋英中朝以後 民兵的數量就非常的龐大 不過這種龐大的數字 基本上只是帳面上的數字 就是說政府說 我們現在組織了多少民兵 可是這些民兵到底有沒有實際上的功能 其實非常非常的有限 因為他們受的訓練也不足 也沒有足夠的裝備 當然還不可能在戰場上真正去戰鬥力 當然北宋末年 因為跟女真人外交上的處理不當 導致女真軍隊的難向 我們之前講過 宋的正規軍不堪一擊 很快的就崩潰 當重要政府無力維持秩序的時候 地方官跟百姓往往就要自摸 保護自己的方法 所以各地就出現了所謂異軍的 在當時被稱為異軍的這種民間組織 結果政府崩潰 中央政府崩潰了 整個中國陷入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我們之前講過 這些地方官跟百姓 就自己組織軍隊來安定地方 當時的狀況很像五湖亂華時期 所以我們說過 這個西晉滅亡五湖亂華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北方也是一片 無政府的狀態 所以各地就有所謂的 物保的力量的出現 對不對 由這些釋迦大族來組成 組織這些當地的百姓 來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 不過到了北宋 這個由於社會組成結構的改變 釋迦大族已經消失了 在北宋已經無所謂的 這種傳統的釋迦大族了 所以異軍的領袖 已經變成非常的多樣 比方說黃寬蟲就曾經統計 在高中時代有資料可查的 異軍的領袖 他們的出生非常的多元 他們有的出生盜賊 有的是在前線戰敗 然後逃回鄉里的士兵 有的是本來就在鄉里之間的 這種地方性的領袖 還有一些是官員 來主持這些異兵 所以這個我們說北宋末年的異軍的行程 跟西晋末年的物寶很類似 可是如果你分析他們的組成的領袖 就用不一樣 有那種組織方式都是類似的 可是領袖的出生就已經不同 這當然就是一個社會演變的結果 就像西晋時代的物寶一樣 這些忠於宋式的異軍 他們聚首險要 修竹山寨跟水寨 而南逃的南宋政權 對於這些自衛武力的態度 是很矛盾的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面對 這種在北方還打著 宋的旗號的這種地方武力 這個逃到南方的中央政府 態度非常的矛盾 在一開始的時候 南逃的高中只想跟女真人議和 所以他不願意公開的支持異軍 他怕這個支持異軍會得罪女真 然後又怕異軍如果勢力壯大 會變成威脅到他的力量 所以高中基本上對異軍是不加以支持 也不想辦法統合他們 而坐視這些異軍的力量 被女真人各個擊破 我們之前介紹物保的時候就講過 這種力量的缺點就是他是點的勢力 時間一長就被外敵各個擊破 在南宋時期 每當南宋政府跟金正權作戰的時候 就鼓勵異軍 北方這些北方的異軍的組成 等到跟金人議和的時候 就視這些勢力為潛在的敵人 來加以控制甚至予以解散 所以南宋政府跟這些北方異軍的關係 就形成一種循環 就是說要用的時候就支持他們 不用的時候就出賣他們 那你就知道不可能 雙方會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這最後雙方關係最後都是決裂的 這種中央政府對地方武力搖擺的政策 反映的是南宋政府始終不能建立一個 有效處理軍事事務的制度 就是說在我看起來 宋代政府在軍事上最大的問題 他們就是他們不會管理 他們不知道怎麼管理軍隊 正規軍大而無打 數量龐大 大而無打 然後又去組織民兵 這些民兵又不知道怎麼樣的去管理 這個真正的去利用這些民間的力量 所以最後總是投機 就是想用的時候才去支持他 然後不想用的時候就放棄 那最後他們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有一些參考書我們各位就 然後大家有興趣就有時間去看一看好不好 我們就不仔細的介紹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進入到第十一講 但是我們就不要回家 我們在這邊 就會看到有什麼想法 我們就不在家 我們在那裡 我們現在要看 我們我們的策略 我們可以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